Ai晶片龍頭 回答六月初市值超車 世界第二的蘋果 不到兩週以3.34兆 美元超越微染 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俄羅斯總統普欽 週三凌晨近三點抵達平壤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自到場接機 下午展開雙邊領袖峰會 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金正恩表示全面支持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開放五十萬名美國公民的 無證配偶子女 不必離開美國 就能申請合法永久居留身份 中國大陸經濟放緩 民眾對價格更敏感 購物更考慮價格 國際品牌麥當勞 蘋果手機 特斯拉電動車一一降價 總是快餐店只要15元台幣 就能吃到飽 博英執行長出席國會聽證會 再次向空難罹難家屬致歉 持續遭到議員輪番炮轟 也在出現新吹哨者 表示博英隱瞞不合標準零件 但仍安裝在飛機上 歡迎來到Focus全球新聞 在今天全球科技業界的頭條 當然就是AI熱潮掀起 全球3兆美元俱樂部企業的排名 重新洗牌 在10天之前在台灣留了兩個星期掀起旋風的 輝達創辦人也是執行長黃仁勳 他領軍輝達現在坐上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寶座 這個月呢 蘋果因為公布AI策略一度超車微軟 重新奪回市值一哥的名號 但這個寶座就是在周二換人坐了 股價漲勢兇猛的輝達 現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輝達6月初的時候超車第二的蘋果 不到兩周又以3.34兆美元 超越原來寶座上的微軟 那麼輝達究竟是怎麼辦到的 以及他如何接連帶動標普500 及NASDAQ美股都在周二 做出凱旋收盤的一個喜訊 我們一起來看看 高階晶片需求不退銷 讓AI霸主揮達 摘下了全球最大市值公司的寶座 締造新里程備的周二 匯達股價爬升3.2% 突破135美元 市值一舉月上3.34兆美元 超越3.32兆美元的微軟 和3.29兆美元的蘋果 執行長黃仁勳的身價 也跟著水漲船高 一周前 會打首度約局市值一哥 也帶動高通 安謀 美光等一票AI概念股反彈 支撐標普500和納斯達克繼續寫下收盤 另一個支撐上漲行情的 還有最新公布的五月零售銷售 只比前一個月增加0.1%低於預期 先是消費者支出明顯減弱 卻也加大連準會降息的期待 只是通膨還沒緩解 隨著熱門產業而生的竊盜 詐騙一發猖獗 甚至出現新型態的犯罪 汽車車主空手而歸 原因不是之前平船的加油站汽油被偷 而是電動車充電站的電纜石切 因為切賊最新鎖定的 是連結充電器和配電板的電線 以及充電電纜中所用到的大量的銅 而每換一個充電連接器 就要上千美元成本 另一個在全美迅速升溫的犯罪案件 則是俗稱殺豬盤的網路詐騙 最常見的是騙徒在社群媒體開假帳號 用數個月的時間贏得受害者的信任 再誘導到假網站投資加密貨幣 而幾個月前才釀成一起不幸悲劇 他們的父親丹尼斯瓊斯 是攝影師吉他手 也是一名慈愛的祖父 但打從去年夏天 丹尼斯不再參與家族活動 而是每天和一位 在臉書上認識的女性聊天 幾個月來 這名數位謀面的網友 不斷鼓吹丹尼斯投資加密貨幣 丹尼斯也就越投越多錢 直到某天變成一場空 在丹尼斯的文字訊息中 可看出他對這件事的絕望 而你們則表示 他們的父親依然相信這位叫做 傑西的朋友 掉入虛擬愛情陷阱的 還有這位在加州一間生物科技公司 上班的卡琳娜 你愛上了嗎 我愛上了 對 我真的覺得 我相信這個人 卡琳娜是在一個叫做 Bumble的交友軟體遇到片圖 你失去多少錢 最後我最後失去150萬元 我失去瘋了 我失去瘋了 而諸如此類的超級騙局 已經讓全美在2023年 累計超過5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 那是從昨年38% 美國執法單位表示 到目前為止 還沒逮到任何一名騙徒 好消息是 已尋獲部分詐騙金額 TVB的新聞報導 好 接下來關注的是 俄羅斯總統普欽 在19號凌晨抵達北韓訪問 他選擇凌晨2點多專輯降落 24年來第一次 那麼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就在凌晨2點多 在機場的紅毯那一端 親自迎接 他們雙方舉行了高峰會 之後簽署了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這場峰會的延續時間 超過兩小時 而這個條約包括了 共同防禦條款 表明了一方遭到攻擊的時候 另外一方一定會互相協助 擊退外部侵略 而普京特別提到 美國跟其他北約國家 同意讓烏克蘭使用西方武器 攻擊俄羅斯境內 所以這一項共同防禦條約 很明顯地 建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北韓時間19號凌晨2點22分 俄羅斯總統普清的專機 降落平壤瀋安機場 普清時隔24年訪問北韓 卻選在大半夜抵達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誠意十足 熬夜親自在機場紅毯一端等待 相差32歲的兩人 一見面就笑容滿面地握手 擁抱問候 並肩走在紅毯上 但這顯然不夠 金正恩大手一揮招來翻譯 一行人硬是在紅毯上聊了幾句 之後兩人要共乘普清的總統坐車 上車前還客氣地禮讓一番 最後普清先上車 金正恩從另一邊上 在前往錦秀山迎賓館途中叙舊 北韓官媒說 兩人分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想法 車隊在掛滿俄羅斯國旗 和普清大頭照的平壤街頭奔馳 缺電的平壤此刻卻宛如白昼 金正恩一路護送普清到下榻的迎賓館 最後兩人互道晚安 由於晚點抵達 訪朝行程恐縮短為一天 但這無礙兩國晉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一覺起來 金正恩在平壤經日程廣場大動員 用盛大儀式歡迎普清 兩人一同檢閱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之後金正恩也向普清介紹北韓領導團隊 包括外相崔善姬 金正恩新婦勞動黨書記趙永元 以及大權在握的金正恩妹妹金宇正 而陪同普清出訪的同樣是一票資深官員 包括副總理曼特羅夫 國防部長貝洛索夫和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等人 最後兩人還站上敞篷車 接受北韓民眾夾道高喊 歡迎普清 在兩國都面臨國際孤立的情況下 金正恩與俄羅斯的關係更加緊密 甚至恐怕超越老大哥中國 會上金正恩名言將與俄方加強戰略合作 表示朝俄迎來跟上世紀朝蘇關係時期 無法相比擬的全勝旗 另外也表明全力支持莫斯科 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這自然是普清最想聽到的 不過普清也沒忘了 兩國共同的主要敵人 美國 俄朝高峰會在兩國代表團陪同下 進行了一個半小時 擴大會議結束後 普京兩人接著舉行一對一會談 根據俄羅斯官媒 雙方討論了最重要和最敏感的議題 兩人超時談了兩個半小時後 普清簽署了包含經濟和安保等領域的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普清說兩國誓言如果遭到攻擊 將互相援助 美國指控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數十枚彈道飛彈 以及超過一萬一千個貨櫃的彈藥在誤戰使用 原本節節敗退的烏軍 現在又重新發動攻勢 烏克蘭總統表示 西方盟國恢復軍事援助是主要原因 這也或許是為什麼普清急訪北韓 訪朝行程結束後 普清將轉往越南 進行兩天國事訪問 TV新聞總統報導 好 接下來Focus要轉到美國國會了 在國會聽證會老實說的是波音的執行長 波音737 MAX科技從2018到2019 短短兩年 短短的時間發生了兩次重大空難 造成了346條人命葬送 就在星期二 波音的執行長卡爾霍恩 就波音的安全品質問題到國會聽證 他向觀眾席上那364條人命的罹難者家屬盗竊 而且公開地說 波音是要對空難意外負責 議員們毫不客氣 一棒接一棒 連轟波音的安全問題 執行長坦承 他的說法是 波音的企業文化已經畸襲難改 而且公司為了報復 確實開除了吹哨者 另外 議員說 飛機的意外不斷 內附組織欺瞞不透明 執行長領3280萬美元的高薪坐在位子上 實在是失位素餐 週二 波音執行長卡爾霍恩 就波音安全品質問題到國會進行聽證 觀眾席上 波音737 MAX空難罹難者的家屬 高舉親人遺照 要求卡爾霍恩轉身面對他們 並承認波音的疏失 卡爾霍恩隨後也起身向家屬道歉 2018到2019年 波音737 MAX 8發生兩起重大客機實施意外 共造成346人死亡 737 MAX系列機型在全球禁飛20個月 罹難者家屬很憤怒 五年過去了 波音還是沒改善 737 MAX 今年又傳出意外 全我可想想說是這六分鐘 四分鐘 五分鐘 我女兒 上那ith 波音37 MAX 被她打响 他哀悲了我 听证会上卡尔霍恩也首度公开承认 婆银必须为空难以外负责 卡尔霍恩在2019年接下执行长职务 单其整顿婆银安全问题的重责大任 但他任职期间有多位吹哨人爆料婆银的内部安全问题 他们还指控被高层威胁闭嘴 否则就进行报复或开除 面对议员们的质问 卡尔霍恩坦诚却有歧视 今年1月婆银再传离谱意外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婆银737 MAX 9的客机 内迁式舱门在飞行途中脱落 飞机紧急迫降 幸好无人伤亡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 要求婆银在5月提出安全品质改善计划 婆银提出的计划中 强调会加强安全和透明度 但卡尔霍恩在听证会中的答复 实在很难说服大众 议员也质疑他怎么好意思 做领3280万美元的高薪 那是45% increase over last year does that sound right yes it does what is it you get paid to do exactly I get paid to run the Boeing company yeah so just help me understand that I mean do you get paid for transparency is that part of is that one of the metrics for your income I think the board counts on me for transparency really because you're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falsifying 787 inspection records the Boeing's unde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Alaska Airlines flight you were investigated by DOJ for criminal 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FAA this is all in your tenure this doesn't sound like a lot of transparency to me 卡尔霍恩因调门意外 已经宣布会在年底辞职 他也在听证会中坦承 波音企业文化畸息难改 但安全问题已经明显改善 其实就在听证会的前夕 又有一名现任员工向议员爆料 波音企图掩护损坏和不合规格的 737 MAX零件 让他们难以被追踪 其中一些关键零件 很可能已经装在新的飞机上 波音的安全疑虑仍然挥之不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了 看一下这一项重要的立法 泰国参议院18号表决 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 民事伤势法修制案里面 对于婚姻的定义 也就是泰国立法里面婚姻的定义 不再是男性与女性 法律条文当中改为中性词 先生跟妻子 在法律条文中改为婚姻伙伴 也就是同性伴侣 也能够和异性恋婚姻的伴侣一样 在泰国法律上 享有包括继承权 收养权和医疗决策的权利 泰国成为东南亚 第一个承认同婚的国家 总统塔维新发出声明祝贺 近期还会开放官邸 举办庆祝活动 历史性一刻 泰国参议院18号进行表决 民事和伤事法修正案 以152投票人数中 130票同意正式通过 支持LGBTQ plus的民众 观看投票转播 瞬间爆出行本尖叫 因为法案生效后 同性婚姻在泰国 受到法律保障 可享有和异性恋婚姻伴侣一样 包括继承收养和医疗决策 相关的权利 现年18岁 非二元性别者的 泰国修法委员会成员 尚莱德在投票后致辞 感谢所有立法者 强调就将帮助泰国 更加接受多样性 泰国政府大楼外 被彩虹旗装点的色彩兵纷 LGBTQ plus族群 和支持者都来到这里 见证着重要的里程碑 曼谷街头也是热到非凡 甚至还有乐队加入游行 就像是一场超大型的 彩虹嘉年华会 知名泰国节目主持人 也在队伍中 不敢相信自己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虽然泰国向来以活泼的LGBTQ plus文化而闻名 但保守势力的阻挡 让他们始终无法受到法律认可和保障 这一次在同性婚姻上迈出一大步 有活动人士感叹 泰国法律还是不承认跨性别者 和非二元性别者 不允许他们改变身份证上的性别 泰国成为东南亚第一个 全任同性婚姻的国家 也是继台湾在2019年 尼泊尔2023年同性合法化后 亚洲第三个保障婚姻平权的国家 对同性伴侣来说 这条路真的走得太久 太艰辛了 瓦提和波克庞克是专业的婚礼歌手 平时看着异性伴侣步入婚姻殿堂 现在总算轮到自己 能牢牢握紧这份幸福 俐落的动作 波克庞克曾是一名武术教练 但在一名学生揭发他的同志身份后 被迫放弃这份职业 泰国青迈这个同志家庭 在法案通过后 从开心到抱头痛哭 他们打算11月举办婚礼 广要LGBTQ plus族群一起参与 这项法案在国会通过后 将送给泰国国王批准 接着在王室公报刊登后的120天生效 预计今年底正式上路 泰国的同志平权之路 从2020年展现曙光 当时宪法法院虽然只裁定 承认异性伴侣 但建议扩大立法范围 确保少数群体的权益 去年包括执政党为泰党 在内的多个主流政党 都在大选中支持同性婚姻 泰国总理塔卫星向来公开力挺LGBTQ plus族群 以及推动同婚合法 在法案正式通过后 他也发出声明恭贺 近期还会开放官邸 让支持者一起参与庆祝活动 G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每一天都看到 国际媒体高度关心地球的污染 加萨战争 让当地的土壤 水和空气的污染恶化 而新加坡两艘轮船 在圣桃沙岛附近相撞 海域就布满了厚厚的油污 纽约的水族馆 收集海洋塑胶废弃物 做成的雕塑 要提醒大家 在海底有一些不属于那里的人类的废弃物 越聚越多 英国有一间公司 推出最新的净水技术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用宝特瓶 降低塑胶废弃物 对环境的污染 每年2到4月 是泰国的雾霾季 包含青麦在内的北部地区 PM2.5指数全飙高 而大批农民迫于生计 焚烧道杆作物 施行火耕 导致埋汗时间被拉长 以哈战火持续 让加萨蒙兽巨大破坏 大量林地被炮火移平 地下水也受到弹药及毒素污染 空气品质则因武器硝烟 粉尘恶化 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危机 14日新加坡巴西搬让码头 发生轮船相撞事故 石油泄漏导致附近的旅游景点 盛陶沙岛海滩被污染 严重冲击当地自然生态 和旅游产业 盛陶沙发展公司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经开始进行海滩清理工作 务必要将环境伤害降到最低 不只战争 天灾 意外事故 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最近在智利就有环保人士指出 因为海上建筑物越来越多 导致当地动植物漆地被挤压 大批猫头鹰爬虫类无家可归 只能无奈窝居在角落 为了让人类了解海洋污染的严重性 纽约水族馆今夏推出沉浸式特展 透过将大量在海洋中发现的塑胶废弃物 制成动物雕塑 凸显人为污染 对全球自然生态的危害 小伙伴们只能不相信这些都从海里出来了 当你通过这点 是 这是从那里出来了 那是非常影响的 英国伦敦的设计师为了有效解决塑胶垃圾造成的环境问题 选择与小小软软的面包虫合作 利用他们消化塑胶的非凡能力创造出吸引加剧 英国格拉斯哥的If Water公司 最近也推出了新的进水技术 希望在推动废水循环再生之余 降低民众使用宝特瓶喝水和饮料的次数 减少塑胶废弃物产生的频率 尽可能不再对环境造成污染 墨西哥总统大选本月初落幕 因为在选战期间 大批候选人在各地拉起布条广发宣传单 导致当地累积了约1万顿的选举垃圾 一名时尚设计师进行回收 制成衣服包包 便宜卖给当地民众 让这一大批废弃物又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TVP的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看一下的是韩国的官一对质 现在情况已经是越演越烈到最高点 大韩的医师协会 选定在18号这一天全面的大罢工 他们在首尔乳伊岛举行了总动员 医协方面说有4万多人参与 而医协的会长直接在大会上宣布 如果隐形院政府不接受医协提出的相关要求 其实他们就是卡在政府要医学院多招收千位医学生入学 但是包括教授还有医师协会全部都反对 那么如果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大韩的医协将会从6月27号无限期休整 南韩总统表明非法拒诊 让他觉得难过和遗憾 他会严肃处理抛弃病患的动作 顶着艳阳耐着高温 大批南韩医师18号不看证 抛来首尔乳伊岛 参加大韩医师协会举行的总动员大会 抗议政府医疗垄断 大韩医师协会声称与会人数高达四万多元 医院医生 医学院教授 以及因反对扩招辞职的医生都来到现场壮大声势 有了来自全国各地医师的支持 医协向政府重申三大条件 重新讨论医学院扩招方案 修改完善医疗政策中争议内容 和立刻取消对实习住院医师与医学生的所有行政命令 若政府拒不接受 医协将从27号开始无限期停诊 医师们认为停诊不是为了保住饭管 而是防止未来医疗崩溃 如果增加医生人数将导致医疗品质下降 最终只会危害国民健康 但面对医界强硬反抗 首尔当局并未放软态度 保健福祉部18号警告大汉医协 不排除执行变更负责人 或是解散法人命令 同时也对参与停诊的医师下达开工命令 严惩违反医疗罚者 另外政府也以委托公正交易委员会 针对教唆参与非法停诊的举动进行调查 同一天南韩总统尹习岳也出面呼吁霸诊医师 坐下来谈一谈 但话锋一转 希望意见明白 政府将坚定推行医疗改革 绝不让步 医症双方将局越演越烈 代价却有无辜患者来承担 虽然根据官方数据 十八号涉及霸诊的医疗机构大约五千家 约百分之十四点九的医师参与 仅是二零二零年医师罢工行动的一半 尽管病未到治庞大医疗空白 却依旧造成患者不变 像是南韩中部的中北大学医院 十八号护准区冷冷清清 披下窗口也几乎看不见工作人员的身影 中北大学医院停诊比例较高 87名医科教授中有48名休诊 导致大量门诊治疗被迫延后 不止大医院没得看病 民众来到社区诊所也遭遇同样情况 没有对话的医症矛盾 以及持续延烧的集体修整行动 正让南韩患者痛苦逐渐扩大 TVB的新闻组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全球共同的现象 除了消费紧缩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消费降级 打折才买 越便宜才会有吸引力 从去年双十一节到刚刚结束的六一八购物节 包括了电商京东和天猫 都完全不公布具体的成交金额 这种保留的态度让人好奇 究竟今年的促销是否没有收效 中国市场的消费买气一直提振不起来 所谓消费降级呢 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国的西方大牌 包括了速食业的麦当劳 还有包括了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手机的Apple全面都降价 而中国大陆的食品餐饮业的特惠方案 正是被称为穷鬼特餐 这些超低价的餐点主要是维持市场生存 报道当中一个牛奶粥品早餐 喝到饱换算台币还不到14块钱 刚刚结束的六一八购物节 达到骨折的低价 是中国大陆各电商最主要促销手段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要像过去那样 一键买下购物车内所有商品的冲动消费 越来越难 尽管京东与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 周三先后宣称 今年六一八多项数字再创新高 却都回避披露具体交易总额 再加上持续增高的退货比例 让今年的六一八购物节 气氛格外冷清 CNN记者坦言降价已经成为不少企业 在中国市场生存的手段 例如这间在北京有上百家分店的 中式快餐连锁店南城乡 就推出牛奶豆浆皮蛋瘦肉粥 甚至酸辣汤喝到饱 只要三块钱人民币大约14元台币的方案 山东也有连锁自助餐店 推出馒头小米粥水果甚至咸菜 只要一块人民币的超便宜吃饱方案 企业选择降低利润率来维持市场生存 尽量的为顾客节省用餐的成本 虽然只是一碗米饭一碗粥一根油条 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对企业而言 全年的降价让利幅度也要达到一千万元 连民生必需的餐饮都要选便宜来吃的消费模式 与中国最新经济数据中需求持续疲软 通缩情况并未好转的景象也有所符合 5月份CPI同比上涨0.3% 涨符合上个月是持平的 这个数字却比市场预期的0.4%更低 至于反映工业生产上游价格情况的PPI 5月则下跌1.4% 连续第20个月处在供过于求的负增长状态 此外5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从上个月的6.7%放缓到5.6% 比市场预期的6%低 反映基础建设与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也从上个月的4.2%放缓到4% 同样比市场预期更低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 更重要的是即使北京当局上月推出降低投期款比例 并且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等一系列实施及拉抬房市政策 但效果到现在还没能看到 5月新屋销售的面积与销售金额 比去年同期都下跌超过两成 而首屋的价格更创下2011年以来最差 最新经济数据中零售表现比市场预期好 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3.7% 创近三个月新高 外界认为与五一假期对休闲旅游消费需求增加有关 然而一到五月的新增贷款与社会融资规模仍有超过一成的降幅 显示内需动力仍明显不足 消费者明显更勘紧荷包的情况下 尽管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日前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 中国排名已经由去年的21位提升到今年第14位 但外界对中国市场的表现却是越来越不乐观 尤其当前美中地缘政治竞争激烈 对于在中国的外商来说风险更是不断提升 美国银行认为美国三大传统车厂应该尽快撤出中国市场 美国银行分析师就坦言 面对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崛起 以及美方的加税 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可能会更忠诚 因此建议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等底特律三巨头 不应该再以中国为核心 必须专注旗下已经具备优势的产品和更赚钱的地区 当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车都陆续调降在中国价格的同时 也反映出在中国市场过去 风口上猪都能飞的情况恐怕很难重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在大选年里面 美国非法移民提出了新政 美国公民的配偶跟子女如果在美国非法拘留超过十年 可以简化申请绿卡的程序 不用出境再等 而逃避贩毒帮派的暴力威胁 美墨边境拉美裔的偷毒客很多 美国司法部破获了墨西哥毒贩 跟中国的地下钱庄联手起钱 而厄瓜多取消对中国民众的免签待遇 在过去一年24000多名中国观光客 从厄瓜多入境之后就设法偷渡到美国 墨西哥小镇蒂拉终究躲不过毒销黑帮势力 6月4日遭武装分子入侵烧杀掳掠 三天后军队才抵达逮捕六人 但小镇已在黑帮围困之下成为鬼城 这里的4000多居民常年饱受黑帮敲诈恐吓 多数人决定放弃不安全的家园 把土地留给西纳罗亚邦 涉嫌帮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的是 美国洛杉矶的一处中国地下钱庄 美国司法部6月18日发布 包括十项罪名的起诉书 24名嫌犯中两人仍在逃 墨西哥的西纳罗亚邦贩卖大量分泰尼毒品进美国市场 这些产品中97%的原料与半成品来自中国 在南美与墨西哥加工与分装 西纳罗亚邦看准中国有钱人 想将超过政府限额的财产移出国 于是与中国地下钱庄合作 在中国收钱后买分泰尼原料运往墨西哥 压挂多尼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 7月1日起暂时取消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待遇 说最近几个月大约五成中国旅客 没有经正常路线离境 或者没有在法定限期90日内离开 钱想离境人也想走 在中国被称为润的移居国外 原本友善方便之门就是南美的厄挂多 厄挂多官方统计 去年来完的48400多位中国游客中 有两万四千人未正常离境 是所有外国游客中比例最高的国家 推测许多人是在疫情封城期间 就萌生出走念头 一时没能力合法移民 便看着社群媒体教学 入境恶瓜多后 冒险经南美丛林走线往美国 同样冒险走线的 还有诸多拉美一民众 在毒贩暴力威胁下被迫出走 美墨边境偷渡移民潮 现在是撼动11月美国大选选情的议题之一 美国总统拜登为了凸显 他与前总统川普的不同 推出新政策 先解决美国境内大量 违法居留已久的非法移民问题 超过5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 美国公民之配偶与子女 可以简化申请流程 拜登打算先解决 已待在美国很久的非法移民身份的问题 让他们在申请永久居留证绿卡期间 不必离开美国 但条件是这些人 必须至少已在美国境内居住10年 与美国公民结婚的日期 要在今年6月17日之前 新政策也让他们在申请绿卡期间 就能合法工作 尽管对目前边境的偷渡大军政策未变 拜登这项选前新政 却等于向那些 家人身份不完全合法的美国公民 积极拉票 许多欧盟国家也因为非法移民压境 影响国内政局 在意大利与斯洛伐尼亚边境 救援志工们发现这一年半来 偷渡科门明显减少 人设集团似乎放弃了这条山路 改走南方水路 前搜救队员无言 意大利政府快要束手无策 都认为欧盟没有诚意 尽快解决非法移民压境的问题 光是6月17日就有两艘偷渡移民船 在意大利海域发生海难 船底朝天的画面让人感到悲伤 到结稿为止至少17人确定罹难 51人获救 但还有60多人失踪 意大利海警正继续搜救中 2014年以来 有超过2万名来自中东或北非的移民 在这里登岸前遇险逆 今年已有超过33000名非法移民 巡海路进入意大利 6月12日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半年 政府会拨款500万欧元 协助安置难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 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